一个是今年爆火的空气纤维电 一个是往日宠儿凝胶缓冲电 卖这两种电子的老板都说自己的电子天下无敌 尤其是缓冲效果 出奇的 那我们就来比一下看谁的缓冲效果更牛呗 空气纤维电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缓冲 凝胶电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缓冲 目前的你认为空气纤维电的缓冲效果最牛的话 可以评论第一 认为凝胶电缓冲效果更牛的话 可以评论二 暂时还拿不令主意的 可以评论三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设好评论 马上为你介绍答案 整整看他们的厚度其实都差不多高 请来到我们的老朋友公鸡蛋 同样的一个鸡蛋在相同的高度落下去 看哪一个电子会先睡到 先最简单的 一个遥控器的高度 完全没问题 一个遥控器的高度 刚刚能看得出来 这个的弹跳力非常强啊 一下子能弹很远 我们就请来尺子 30公分的高度 没问题 没问题 60公分的高度 没问题 没问题 都快被我接到了 要不然他就弹到外面去了 弹到外面肯定是坏了 高度调到1米 完美 完美 这个考验接待的能力 只要接住他就不一碎 太阳这两个缓冲键都是旗鼓相当 继续增加距离 直接上1米5 1米5的高度 3 2 1 没事 外空气纤维垫 3 2 1 很明显 它吊上去还是没有坏的 但是弹到地上了还是坏的 这个非常考验 能第一下接他的这个能力 今天又要加一个蛋了 再来一次 3 2 1 1 坏了坏了 弹还是弹起来了 还是没接住啊 没接好 来重新一次 这次要加油了 接不住又浪费一个 实验结果很费淡 3 2 1 1米5它肯定通过跳上去的时候完全没烂 我们直接换2米 3 2 1 牛肉败 2米它也不会摔坏 3 2 1 这次没有掉地上 但是空气纤维垫已经把鸡蛋撞碎了 证明这个空气纤维垫 2米的距离不及凝胶垫 凝胶缓动电2米的地方都没有摔破鸡蛋 那么它的最高限度在哪里呢 我们把高度挪到2米5的地方 我站在凳子上刚刚最高的地方 哦呦 都这么直了 3 2 1 哦呦 2米5的高度鸡蛋依旧完好无损 这个凝胶垫也太强了吧 中间是一层隔断 上面是空心的 反过来也一层空心 它可能空气凝缩的比较厉害 恭喜猜猜的朋友小伙伴 凝胶缓充电绝对妥妥的赢了 增加了50公分还是鸡蛋不碎 那么屏幕前的你想不想知道凝胶缓充电最高的 承担能力是多少呢 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下评论一个想知道 我们可以出一个后续 如果不想知道就评论一个不想 好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下去少许班怎么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